来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 对不对 会计的程序要经过写到原始的凭证 然后再把它干嘛 放到所谓的什么 对就是所谓的传票 传票又叫做什么 记账凭证 那这一些都是为了所谓的客观性原则 对不对 好当然老师刚刚也有说了 这一些动作 它并不是我们平常真正在会计程序里面的 那六个过程之一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介绍就是 会计上所谓的六个过程 也就是属于部计的这个部分 对不对 它必须依照的什么样的顺序来动 那当然这六个顺序 平时的会计程序 它是不可以更改的 那最后你会发现到 期末的会计程序呢 它可能在中间会加入一个叫什么 工作底稿 那如果加入了这个工作底稿 期末的会计程序 它的动作可能就会有所更动 所以在上课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对什么叫做会计循环 什么叫做会计程序 可以哦 来所以看一下 你讲义里面的 对不对 44页里面很明确的告诉你 来小心哦 会计循环跟营业循环 它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这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谓的会计循环指的就是 老师刚才所说的你要做六个动作 对不对 第一个你发生了一个交易 然后呢取得凭证 证明真的发生了第一件事 它是一个交易 交易就要怎么办 就要把它入账 所以叫做会计事项 这个把交易按照发生先后顺序 然后加以记载这个动作 对不对 要符合的文法 会计上的文法叫什么 借贷法则 再来你要使用会计的单字 那这个动作我们称为什么 分路 对不对 写下分路之后 也就是把交易的全貌表达出来 那表达出来第二个 我们再去进行所谓什么 过障 对不对 如果你等一下问老师说 什么叫过障 来我们一个一个步骤来看 过障其实呢 很简单 分路如果是表达交易全貌的一个动作 对不对 你在交易发生的情况下 你要先区分借贷 对 这个区分借贷指的就是什么 你要利用所谓的借贷法则 对不对 借贷法则 可以哦 那区分出这个会计项目的科目 就是它的方向 再去衡量 它的金额是增加还是减少 然后按照先后顺序 把它寄到你的账簿里面去 那我们称这个动作叫分路 所以会有一本主要的账策 专门在记载你会计所发生的分路 那这一本我们就叫什么 分路簿 又叫做日记簿 可以哦 寄完分路之后 那你的老板可能今天偶然问你说 小明啊 对不对 不知道谁的时候我们就用小明 对不对 小明啊 那老板想问你说那我们这个月发生了这么多账 那请问一下有多少是你可以承认的销货收入咧 你总不可能跟他说老板这是日记簿 这是原始的纪录簿 来全部交给你的 总共这个月发生了一万零五百笔 那请问一下来你一笔一笔自己慢慢的查 找出究竟我们到底有多少销货收入 你不肯叫老板做这个动作吧 对 你不肯叫他做这个动作 所以你就假想去夜市的时候 有没有去过夜市套圈圈 有 来 如果我今天想要套的是hello kitty 那请问一下 你就会把那个圈圈一直往hello kitty丢 对不对 hello kitty hello kitty 皮卡丘 皮卡丘 对不对 都来萌 都来萌 对不对 你总不会看着hello kitty 然后丢什么 诶 皮卡丘 有没有道理 有吧 所以为了让老板知道说 究竟有多少是销货收入 我又不用看这么大跌的账本 对不对 这时候我们再多做一个动作 就是把它什么 分门别类 那你会问老师说 会计上用什么去分门别类 用来分门别类的这个东东 对不对 我们就叫做什么账 过账 可不可以 那你说怎么过 按照科目来分 按照什么科目来分 简单嘛 我今天关心的 对不对 如果是现金这个会计项目 对 我就找出现金 以后只要跟现金有关的 我就丢到现金这个账户里面 对不对 举例 1月1号曾经借100 那我就1月1号借100 对不对 1月3号曾经借50 那我就1月3号借50 可以哦 分门别类之后 如果你的老板问你说 到目前为止 我的现金的这个账上 究竟有多少扣扣 那你就可以直接告诉他 100加50 总共是借于150 对不对 你要不要再把所有的账策分一遍 不用 你只要去关心属于现金的这个账户 就可以了解你要的东西了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就要想想一下 夜市的套圈圈那个活动 我们就叫做什么 过账 对不对 那过的每一个账 就是每一个会计项目 每一个会计项目会有单独的一个账户 把这些账户组合成 我们就会称它叫什么账 分类账 那因为它是第几本 第二本 所以 它如果叫原始纪录部 那我们会说分类账这本就叫什么 终结纪录部 可不可以可以哦来再来 做完了过账这个动作 过账只是把它分门别类 对不对 那问题来了 老板婚女说你怎么有信心说你每一笔做的分路 跟你每一笔做的过账都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就像每件事我们要再三的检查 对 就是这个检查的动作 去检查你之前所做的分路跟你之前所做的过账 到底有没有错的这个动作 我们会计上称它叫什么 试算 那你编出来的这一张报表 我们就叫什么表 试算表 可是试算表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什么很大的特色 老师说这本是主要账簿 对不对 叫日记簿 可以哦 这一本也是主要账簿 它是第二本 又叫终结纪录簿 可是试算表只是一个检查 它只能当做一个草稿 所以请你记得试算表的这一张 你不用公布给大家知道 它是一张非正式的报表 那你听不懂 可以哦 来 所以平常的时候 你只要发生一笔交易 除了老师说 依照客观性原则以外 你要做的就是三个动作 哪三个动作 来 分路 对 把它写下来 表达交易的全貌 那记得哦 是按照交易顺序的先后次序 对不对 1月1号的先发生 那1月1号当然先记载 记载完了 可能才会记1月3号 1月5号 那第二个动作 再来做什么账 过账 对不对 过账就是分门别类 可以哦 现金丢现金 应收账款 丢应收账款 应付账款 丢应付账款 检查这个动作 叫做什么算 试算 所以试算就是在检查 你的分路跟你的过账 是否有误 这个动作 我们会称之为什么算 试算 可以哦 平时的会计程序结束了之后 慢慢的 来 如果时间来到了期末 期末就是所谓什么 按照商业会计原则的规定 我们一般来讲采用的叫立年制 立年制指的是 1月1号开始 12月30号那天怎么样 结束 对不对 所以你在12月30号那天 我们就把它称为什么 期末 对 所以期末的会计程序 也有三个步骤 来 第一个步骤叫什么 调整 对什么叫调整 如果一个眉 你长得够正的话 你需不需要去整形 不用啊 所以老师都开玩笑说 对不对 像我鼻子比较扁 那我就去整形 整哪里 鼻子 我会不会因为鼻子比较扁去整眼睛 不会嘛 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 你的战色里面 有一些跟事实比较不符合的 你就必须要加以什么证 修正 对不对 把它调和成会计上正确的观念 跟正确的数字 那我们会说 这个正确叫调整 所以小心哦 并不是一定有错误产生 我们才做调整 而是你要修正与事实互相配合 这个动作才叫什么整 调整 可以哦 调整完了 来到最后一个动作 就叫什么账 结账 对不对 你要结什么账 结账就老师刚才说的啊 来 会计方程式 默息 等于初息 加增值 减减值 加投入减 提取 最后加的那个动作叫什么账 结账 对 结账 如果你的结账 是将虚账户来结清 那虚账户就是为了算 你到底今年度是赚钱还是什么钱 赔钱 我们会说 正的叫本期净利 付的叫本期净损 对不对 换言之 如果是你的实账户 实账户是这三个 来 请问你 这三个你会不会结清 不会 你会依然把它累积起来 留到下一期 对不对 常常有老师 常常有同学分不清楚 然后就问老师说 老师 为什么虚账户就要结清 阿塞 虚账户结清 只是为了让你算清楚 今年是赚钱还是赔钱 我说了嘛 他最后要归谁所拥有 权益嘛 对不对 那你会问我说老师 那实账户为什么就要一直留下来 老师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来 实账户又叫永久性账户 我今天去跟银行借钱 那借钱这个动作 对企业来讲就是一种什么 对嘛 负债 对不对 如果我今天跟你讲说 实账户也跟着结清了 你不觉得好开心吗 为什么好开心 我每年一月一号去跟银行借钱 反正十二月三十号他就自动什么清 结清 连还都不用还 挺开心的嘛 对不对 再来 举一反三 如果你今天实账户就结清了 一栋房子 我好不容易买来 放在这里 对不对 可是其末了他结清了 那请问你房子就不再是我的 你不觉得好可怕吗 可以哦 来 所以很简单的 实账户不是把他结清 而是实账户要把他结转到 下一期去 继续什么清 累积 所以结账这个动作 只有两个动作 结清须账户 但实账户要让他继续留下来 可不可以 可以哦 来 所以讲完了结账之后 来到了 老师一开始的时候 就有教过同学 对不对 会计干嘛 有系统理论的方法 把经济个体所发生的事项 对不对 做一个什么 记录 分析 汇总 最终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提供给财务报表 使用者做什么决策 决策 对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步骤 当然要编出财务报表 对不对 才能够让这些财务报表 使用者看个清楚 可以哦 那你就问老师说 财务报表只有一张 不是 来 按照商业会计法的规定 目前我们所说的会计的主要报表 有几张 四张 可以哦 来 这四张考试是一定会考的 对不对 哪四张财务报表 来 第一张 很简单 刚才说了 里面专门看赚钱还是赔钱的 这个叫什么 综合损益表 所以综合损益表里面放的就是赚 或是赔 对不对 也就是放收益跟什么损 费损 可以哦 第二张叫做什么 资产负债表 对不对 那资产负债表装本在干嘛 看你有多少财产嘛 分析你的财务状况 可以哦 第三张叫现金流量表 顾名思义就是看跟什么 跟现金流入跟流出有关的记录 对不对 最后一张来表达你权益的增减变动 这个叫权益什么表 变动表 可以哦 所以如果这四张报表的编法 实际上就会计丙级的检定来讲 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而且会计丙级检定并不会考这一张什么 现金流量表 可以哦 换言之在高值的会计范围里面 会不会讲你如何编现金流量表 不会 你只要知道 曾经有这个名字存在 它叫现金流量表 对不对 其余的 你要会编的 就只有中额损益表 资产负债表 跟权益什么 变动表 那你如果问我说 统策的重点在于编哪一张报表 都不在于编表 而在于什么 这个财务报表的什么 财务比例 可以哦 所以我们到最后来看 跟财务比例有关的东西 考试的科目怎么考 而不是注重在如何编财务报表 这样可以吗 来 所以同学 老师再问你一次 以后我只要问你说 来 请问你 平时的会计程序 对 你的眼睛里面 对不对 你就要立刻浮现 浮现什么东西 对 不是我的脸 可以哦 虽然我的脸还蛮可爱的 老师是让你浮现 分路过帐 是 算 那期末的会计程序 就是调整结账跟什么表 编表 对不对 有没有 来 考试问你说 表达交易全贸的 这个是哪一个动作 分路 对 因为原始纪录部 它会表达出交易的什么贸 全贸嘛 对不对 那如果我跟你说 分门别类 按照会计项目 对不对 去看出会计科目 余额的多寡 那这个叫什么 分路 的下一个动作叫什么 过帐 对不对 那里面表达那一张叫 分类帐 可以哦 检查看看你的分路跟你的过帐是否有问题 这个动作叫 试算 可以哦 来 期末的三个程序 一个叫调整 一个叫结账 另外一个叫编表 可不可以 来 所以考试的题目怎么出 来 第一个 请你分清楚 所谓的会计程序 就是老师刚才所说的几个动作 六个动作 对不对 来 这个六个动作会在报道期间 周而巡视的一直循环 所以分路过帐是算调整结账 编表 这个叫会计循环 又叫会计程序 它跟营业循环一不一样 不一样哦 所谓的营业循环是指 就普通的买卖业来讲嘛 我把东西要买进来 对 我还想把货买进来嘛 买了货之后呢 请问你要不要把货卖出去 要吧 不然你干嘛 留在你的枕头下 都依依不舍嘛 不是嘛 我要把它卖出去 那卖出去的时候 卖完了 你要干嘛 收钱嘛 那收了钱之后 这些钱钱进来了 请问你 你之前去买货的 要不要付钱 要 所以咧 从买货这个过程中 一连串的这个循环 我们称为什么 就叫做营业循环 所以考试的时候 很小的题目 来请问你 会计循环又称为营业循环 对来说 错 来 会计循环又叫会计什么是 程序 可以哦 会计循环又叫会计程序 但是它不等于营业什么 循环 营业循环指的是 从投入现金 买商品 变成债权 应收账款 对不对 再把它收回 这一连串 才叫做营业循环 可以哦 那平时的会计程序 可以分为几个步骤 来 赶快 你会了 回答我 来 三个步骤 分路过站跟什么算 试算 那么 期末的会计程序 可以分为几个步骤 调整 结账跟什么表 编表 所以看完大致上